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美容护肤品开始介绍 那我就从第一套就是当初打动我的一套产品 是我们的清洁事件组 那当初我去到我的推荐人家里呢 我就被这套产品深深吸引了 因为我是美容师的关系 所以我知道对皮肤的清洁是很重要的 那我也是一直都在市面上寻找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清洁产品 我都没有找到像爱多美这一套 物超所值的这套产品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清洁事件组呢 如果你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个天天保持一个你的小习惯的话 这套产品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一个闪烁的一个光泽感 然后皮肤清洁干净之后呢 你在使用护肤品的时候 它是不是非常容易地吸收呢 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套产品里面有四支产品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可以清洁及补水的这个卸妆卤 第二支就是含有保湿因子的一个洗面奶 第三支就是可以去除我们角质的不易刺激皮肤的那个去角质凝胶 再来就是我们的玻璃式面膜 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没有用过这套产品的呢 哇 全部都有用过 太棒了 那我还是就是前几天在我们的群里面 或是我们的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面 还是有人提问过我们的这套产品到底是什么使用 使用的方法 有些朋友就讲说买了我放在那边还没用 就是不太了解它的使用方法 那我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用法以及用量 我们的这个群卸妆卤呢 它里面含有了什么人参萃取物 以及我们这个绿茶还有胡萝卜树的一个萃取物 它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那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除了卸妆卤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深层杰肤卤 它的深层可以达到怎样呢 可以达到进入我们的毛孔 甚至我们的毛细孔里面 帮我们把毛孔里面的一些堵塞的油脂啊 黑头粉刺 或是有一些你的彩妆残留 全部都可以帮你代谢到表皮来 然后呢通过你的按摩手法的时候呢 它就会浮出表皮 然后你再用洗面罗洗料 它就可以清洁干净了 那它的使用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取的这个量一定要够 要适量的我们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均匀的涂抹在皮肤上以后 你通过你这个皮肤由下往上 由内往外的这个手法 帮它按摩 按摩到它变成从卤状变成水油状的时候 水水滑滑的时候 油油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深层结肤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纸巾去帮它擦拭干净 或是呢 用清水温水去清洗 都是可以的 那这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深层卸妆 第二瓶呢 就是我们的这瓶洗面卤了 我们的洗面卤呢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β补去糖 所以它的使用方法 你一定要打 一定要把它打出丰富的泡沫 这样你洗出来的脸呢 它才不会有这种紧绷感 会比较 里面也添加了我们的这个 桑黄冬层下草的这个成分呢 也比较滋润你的皮肤 所以洗完脸之后呢 你不会有感觉到紧绷感 它还可以杀死我们皮肤里面的满虫 是非常非常清洁力非常好的一款洗面卤 第三支就是我们的这个去角质凝胶了 我们去角质凝胶呢 我们的去角质凝胶里面含有了这个 黑柳树皮 以及我们的这个葡萄肉果皮萃取物 那我们这个产品呢 是我接触到这个凝胶 去角质凝胶的产品里面呢 比较温和而且比较保湿的一款产品 那它就是在你涂抹在你的皮肤上呢 从开始到最后你通过这个去角质的时候呢 它都不会造成你皮肤干燥 然后呢不会在你去角质的时候 它刚刚拉扯到你的皮肤 所以是非常非常温和的一款去角质产品 它的使用方法有三个不要 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手干 脸干 环境干 然后呢把它涂抹在皮肤上均匀涂抹以后呢 我们要给这张一个软化角质的时间 要大概一个三到五分钟的这个时间呢 它才可以怎样 帮你把你的死皮软化下来 然后呢你慢慢慢慢的去轻轻的对我们的皮肤 做一个清洁 做一个这个去角质的动作 所以说我是很喜欢它呢 就是一到你最后用到完的时候 你去摸你的脸 它还是水水的 它除了这样去角质 它还有一个给你皮肤这个保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支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玻璃式面膜了 我们的玻璃式面膜里面呢 包含了远玉石粉以及紫英石粉 那还有葡萄肉果皮的摧取物 我称这支面膜什么呢 是可以打造微脸的一款面膜 因为它怎样可以提拉 紧致收缩毛口 但是我们在使用这款面膜之前呢 我们先要选择对自己皮肤适应的这个护肤品 做一个打底 我们才使用这支面膜 它的涂抹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 我们不能就是涂在脸上以后呢 用打圈或是来回画的方法 因为它是有一个粘稠感的 这样呢你会就是涂得不均匀 这个面膜涂得不均匀 所以你可以跟着你的皮肤纹理 由内往外 由下往上的这样的方法 一次过地涂完它 然后我建议呢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连颈向这边一起涂上它 我们连颈向这边或是脸颊两边的肉 帮它一起提拉上去 因为我们有提拉紧致的这个效果嘛 好 那我们在使用面膜之前呢 我们就先去看一下 我们对应自己的皮肤选择一下护肤产品 我们这个真的是物超所值的这个清洁式建筑啊 会员价是47块 里面有四支产品 而且都是蛮大瓶的 像我们的里面的洗面螺啊 如果早晚使用啊 一个人至少使用半年以上 我接下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上架的这个经典保养物建筑 这套产品呢 我也特地的有试用了 就是认真的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才来做这个分享的 那我们这套产品里面呢 它包含了我们原有的四大技术 我们的原有四大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原有的六建筑里面的技术 在这套产品里面它也全部都有 然后额外它又添加了我们那个新的成分 还有我们的新的技术 那我们还有得到了什么 德国的这个无刺激的一个认证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原料 我们严选了草本配方 以及埃多美这个高纯度精致技术结合 提升这套产品的保湿效果及吸收效果 更加的来得更加的吸收得更加的好 那我们这里面的原材料 我们有看到有东城下草 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一些草本 还有我们的这个绿茶水 以及羊柑橘鱼心草 全部从天然的草本植物里面萃取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联合了 我们有了好的这个原材料 我们还联合了我们的四大技术的这个联合开发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原子力研究院的高纯度提炼技术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科马PNH的新鲜草本以及发酵技术 第三个就是来自我们科马子公司的这个多重液晶胶囊技术 好我们看一下原有的四大技术里面的第一个就是高纯度提炼技术 高纯度提炼技术是可以消除掉我们这个绿茶里面的氧化物 以及这个不好看的这个荷变色 我们可以把这些呢通过我们的高纯度技术呢把它去除掉 这样呢我们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原材料绿茶里面的这个 营养有效成分呢更加的提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办法帮我们这些 帮我们把这些这个好的产品呢更加可以大量的添加在我们的护肤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的绿茶在四月五月采摘的时候 它通过了这个绿茶它需要一个干燥收藏嘛 它干燥以后呢然后再萃取出来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那通过我们这个高纯度提炼技术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颜色是会变成浅色了 然后再一次色度改变呢它可以越来变得颜色越白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量的添加在我们的这个护肤产品里面 所以说我们的护肤品的功效是比市面上的来得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发酵技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新鲜草本技术 我们的新鲜草本技术呢 是我们埃多美所使用的护肤品里面使用的原材料 它不是一个干燥过的这个草本 那干燥过的草本大家都知道它会通过氧化物嘛 那我们的是选用了新鲜的草本 是当日采摘 当日加工 当日萃取 所以说我们的埃多美护肤品我们有讲一句 我们是新鲜的护肤品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发酵技术 发酵技术呢 它利用这个微生物将这个有效成分分解得更加的微细 那分解得更加微细呢 它就可以怎样很好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 对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冬成下草啊 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是很高很好的 但是它的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所以在以往的这个外界的这个护肤品 他们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成分呢添加在护肤品里面 但是我们埃多美这个发酵技术 但是我们公司这个技术呢 它可以帮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之后呢 把冬成下草里面的味道去掉 然后进而就是去取出我们这个功能性更好的产品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多重液晶胶囊技术哈 我们的什么叫多重液晶胶囊 多重就是代表它是有多重包裹的 如果你试面买的护肤品 它大概都是在双重胶囊包裹 那你在涂抹皮肤的时候呢 其实皮肤它是有一个排泄外界东西的一个功能 就是护肤品对于皮肤来说呢 它也是可以就是排液这个护肤品吧 然后呢你涂抹的时候呢 它就会被破坏到 那埃多美的这个多重胶囊呢 它是多层的包裹着 它就算被皮肤破坏一层两层 我们还是可以怎样 可以还有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它可以包裹着这些营养成分呢 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去 这个就是多重胶囊 那另外一个我们是一个呢 小分子 小分子的哈 市面上买的护肤品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分子都是在200到300之间 那我们的皮肤细胞与细胞之间呢 是在100到120之间 这样的话如果是比我们皮肤 肩细大的这个护肤品的分子 它有办法很好的渗透到我们皮肤里面嘛 是不可以的 它只是涂在你的表皮上面而已 那我们埃多美呢 是一个33到50的纳米之间的这个微粒子 它是在你涂抹在皮肤上的时候呢 它可以顺速的哈 渗透到我们的皮肤 深皮层里面去 以达到给我们皮肤呢 更好的营养 那我们这一套新的五建筑里面 除了原有的四大技术 它又增添了什么 增添了新的这个泛仙醇的这个成分 它可以防止我们皮肤干燥 可以镇定我们的皮肤 那可以有一个高效的保湿 然后有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再生和抗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哈 那受损的皮肤呢 我们看到吗 它细胞细胞之间的排列呢 它是有凹凸不平的 这样的情况呢 你的皮肤表面呢 看上去就不是这样的健康 那我们通过涂抹了这个 含有这个泛仙醇的这个护肤品呢 它可以快速地渗透到你皮肤里面以后 帮你把皮肤里面受损的细胞 这样帮它排列整齐 这样你的皮肤细胞里面排列整齐了 表皮看上去你的皮肤才会健康 才会漂亮对吧 再来我们这里面还有贴了什么 贴了五种的透明质酸 多重的保湿 然后五次保湿提供给我们皮肤的这个水分 它可以增强我们皮肤 改善皮肤的一个弹性 然后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的皱纹 然后光滑我们的皮肤 透明质酸呢 它还可以防止我们这个皮肤里面的水分的一个蒸发 如果一个我们女性皮肤也好 男性皮肤也好 如果有了这些的功能在你的皮肤上面 你的皮肤是不是会呈现健康 因为你的改善了你皮肤的弹性 然后以及有改善你的皱纹 再加光滑你的皮肤 这样皮肤真的就很健康了 再多一个它是添加了什么 我们的神经鲜胺 神经鲜胺它是怎样 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分原材料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皮肤 角质层以外呢 就是我们的皮肤屏障 那这个屏障呢 它会通过你的这个不当的护肤 或是有一些日晒雨淋 就是经常刺激我们这个屏障呢 有一些皮肤的屏障是会受损的 那我们这套护肤屏里面添加了这个成分 是可以帮你保护我们的这个屏障的 它对它这个屏障它是对于我们皮肤内在 它是防止我们水分蒸发的 外在它是帮我们可以抵御风吹日晒雨淋 这样的一个功能 再来我们里面还有添加了什么 非常非常强力的油分的一个保湿系统 它添加了我们的摩洛哥坚果油 还有我们的牛油果油 再来就是我们的植物绞杀碗 植物绞杀碗这个真的这个成分 最近这几年好像很流行 那在市面上在庄柜呢 它有一个牌子里面就是含有绞杀碗的 那套产品它真的很贵 一瓶都要两三百以上 但是绞杀碗它还有分植物绞杀碗 它也有分动物性绞杀碗 它也有分合成性的绞杀碗 但是我们埃多美所使用的是植物性的 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成分 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三种的这个微胶囊化呢 它可以怎么样 更快地让你的皮肤吸收 吸收以后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干爽 然后还可以持久的这个油分 在你的皮肤里面 还有就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德国的一个低刺激认证 就是说我们听了这护品真的很好 有些朋友就会讲说 那我皮肤敏感 或是我不可以乱擦 我不可以乱用东西 怎么办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这套产品 我们通过了这个德国的低刺激 它对我们东方人以及西方人的皮肤 都是无刺激的一个改善效果 我们看一下这张我们得到的这个认证意义是什么 它是可以 它的成分可以对我们皮肤带来 刺激性是比较小的 第二就是使用后呢 它发生皮肤过敏刺激的几率 它会显著的一个降低 然后通过多类被实验群测试呢 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 放心地去使用这套产品 那我使用一个星期后的感觉 它真的是保水度和亮白度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这里面有五 我们这一套里面有五样商品 里面有什么 有一个是爽肤水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眼霜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精华霜 第四个是面霜 第五个是营养霜 那我建议在座的朋友呢 使用护肤品 我们建议都是要整套使用 不要挑挑剪解 或是我们分享给身边朋友的时候 我们都要坚持着最好是整套使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讲了 我们的护肤品是怎样 小分子的 容易吸收到真皮层里面的 那如果它跟了它自己家里面的产品 混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 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它肯定会讲是我们的产品不好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它的产品里面包含了什么 有可能跟着我们的护肤品 也渗透到它的真皮层 那出现了问题就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产品 我们公司还有什么 不满意退货 对不对 你敢敢介绍给它 回去用 两个月你不满意 怎样 可以退 好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整套使用 所以每一瓶产品 对我们皮肤来说 都有不同的功效 我们第一瓶的爽肤水 它可以怎样 即刻地帮我们补充水分 以及镇定我们的皮肤 第二瓶眼霜 眼霜它是可以帮我们 缓解我们眼部的一些皱纹的 还有我们脸部 其他的地方都可以 我们的穿制纹 我们的法令纹 都可以帮助一个淡化 或是我们的颈纹 都是可以涂抹眼霜 帮它做一个淡化皱纹的 市面上以前我们买眼霜 大概都是比较小只 而且又很贵 我们也舍不得拿来涂脸 涂脖子 对不对 那爱多美的眼霜 这么大一瓶 是不是 你涂都可以 涂眼睛 涂颈纹 甚至有辛苦妈妈 生了宝宝的润成纹都是可以涂的 它都会有一个缓解皱纹 这个功效 我们的第三瓶就是我们的精华素了 精华素呢 它是给我们皮肤 深皮层里面吃的一个营养 它可以很快的 很多的 更深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 真皮层去 给我们皮肤这个营养成分 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卤液 卤液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瓶卤液 它可以平衡我们皮肤的水油 水油平衡了 我们的皮肤也就健康了 它就会比较光亮感都会出来的 最后一瓶就是添加了美白功能的 这个营养霜 营养霜呢 其实是在护肤品里当中 有很多人是最不喜欢涂营养霜的 因为什么 他们认为营养霜 在新加坡炎热的天气 他们认为会油会腻 但是呢 营养霜真的是很重要啊 就是你刚才之前涂抹的这些产品呢 它全部要通过你的营养霜 把它的养分锁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不要让它蒸发掉 然后呢 它可以紧紧抓住你这些水分 持久的 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这支营养霜 它也可以拿来当一个按摩霜来使用 如果你晚上在家 给自己一个三到五分钟的一个提拉按摩 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洗了脸以后 你的皮肤里面 你会感觉到皮肤有一个美白了 就是毛孔也小了 水分也够了 所以这套护肤品真的真的物超所值 它的价格是我们会员价152块 我们的经典五件组呢 是比较适合一些皮肤暗沉呢 需要补水的这些肌肤 那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这套逆龄六件组 那逆龄六件组上架两年多时间呢 我自己使用也是大概有一个三套到四套了 这套产品就非常适合首领肌肤 首领肌肤就是想要抗老 想要逆龄 因为里面添加了大量的EGF表皮修复因子 所以可以达到逆龄 让皮肤更加的年轻的一套产品 在这套呢就是我们的保湿三建筑 保湿三建筑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套产品 其实爱多美的护肤品系列每一套我都有使用过 包括韩国刚上架的我也都有使用过 保湿三建筑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气味非常的清香 然后呢它的质感是非常清爽的 它是我认为它是可以适合比较年轻化的皮肤 因为年轻一点人年轻人的皮肤呢它不会有很多问题 它不会有皱纹它不会有色斑的问题 它不会有这些皮肤暗沉的问题 只要给它好好的补水就可以了 比较适合年轻性的皮肤 然后我最喜欢这瓶凝胶 这瓶凝胶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拿它来怎样 做一个晚安磨这样的 你可以敷厚厚的去睡觉 然后早上起来洗掉的时候呢 皮肤是非常水润的 这套呢就是我们的爱多美控油条 以三建筑 我们看到控油两个字嘛 所以它是怎样 针对油性皮肤 或是有一些痘痘的皮肤都非常适合 它里面添加了九大的修复草本 那ACD管呢 它也是对我们痘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抗炎的消炎的一个效果 如果是有油性肌肤 或是痘痘肌肤 就可以选择这套产品 再来就是我们的爱多美 舒缓修护三建筑 舒缓修护三建筑 是针对给我们一些敏感性肌肤使用的 它可以很好的舒缓你的敏感 以及修复你的敏感的皮肤 它里面也是有含有了九大的修复草本 其实这套产品跟我们的AC里面呢 有一些成分是很相似的 再来就是我们男性的 男性使用的保养三建筑 其实现在的男性也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皮肤的保养 这套产品里面呢 它有添加了积血草的成分 那男士呢 它都有一个剃胡须的习惯 剃胡须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不小心地割伤到我们的皮肤 那你涂了这套产品 它就可以里面的成分就可以帮你修复你割伤到的这个 割伤到的这些小伤口 所以是非常适合男性 而且它不会有那个油腻感 比较清爽 气味也比较清香 好 我们的有了很好的清洁产品 我们有选对了自己适合自己的护肤产品 那我们的防晒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款防晒霜呢 不管男士女士人人都需要 爱德美防晒霜啊 它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裸色 白色呢 比较适合一些白皙的皮肤 裸色呢 可以适合男士 因为男士涂了以后呢 他就是看不到什么颜色嘛 所以男生也比较适合 或是皮肤暗沉的 都可以使用裸色 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然后我们的SPF有50加 PA三个加 它的防晒指数 系数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SPF 它是指我们指外线里的 这个UAB所设计的这个防线 防晒系数的一个衡量标准 指在一般情况下呢 它可以避免我们晒伤的时间 这个UAB呢 它会晒红 晒伤 晒黑我们的皮肤 那这个UAB的这个时间越久 就代表它的这个功能性就越长 再来就是PA PA是指指外线里的UAA所设计的一个 衡量的一个标准 UAA它不管 不是晒上你皮肤 晒红 晒黑 它还可以怎样 使我们的皮肤产生这个皱纹 或是老化 这个就叫什么光老化的一个 就是你没有涂防晒 是指外线会造成你皮肤老化 前两天朋友圈就超流行一句话 养儿不防老 防晒才防老 大家认同吗 好 所以防晒霜是人人都需要的 那我们爱多美的这个防晒霜的特点呢 它使用清爽不黏腻 就是说以前我们涂防晒霜 是最怕最怕买到怎样 很黏很油的产品 涂在脸上以后涂在身体上以后 都会给皮肤感觉带来一个 就是很厚重的感觉 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就很多人不喜欢涂防晒 那爱多美的防晒霜呢 是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是非常清爽的 而且有双重的防御 然后采用了我们的温和的配方 自然的防晒效果 你涂在脸上不会撒白的 就感觉铺了一层东西 跟你的皮肤不结合这样 可以长效地防御 我们的直外线的UVA和UVB 好 我们里面也是添加了 这些草本的萃取成分 包括绿茶 鸡血草 琉璃剧 都是非常天然的一个草本的萃取 防晒霜两个颜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产品变号也是不一样的 倒是可以大家自己注意一下选择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很好的 气色 我们涂了防晒 白天我们出门的时候 我们想要一个很好的气色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BB霜 我们的BB霜它兼具美白与防晒 它是双重功效的一个化妆品 它也有SPF和PA的一个指数 里面也是添加了我们的这个逼它不去糖 可以保湿 然后添加了我们的桑黄蘑菇米 还有这个桑黄冬橙夏草 都是一些非常天然的原材料 BB霜呢 它最好最好的一个功能 我最喜欢就是它有一个可以怎样 在你涂抹了以后皮肤上 给它一个10到15分钟 它会有一个自动校色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擦粉底的时候 选错色号 选错色号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就是你选的粉底和你的脸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擦了以后会非常的尴尬的 所以爱多美BB霜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它会贴合你自己的皮肤 让你最接近你自己最自然的一个肤色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好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 会员价12块 好 这样的话我们有了外在的 我们要不要有内在的 可以要我们女性皮肤里面充足水分 保住水分的一款产品 爱多美石流美人果冻 爱多美石流美人果冻呢 它可以顺速补充我们肌肤的水分 然后有助于我们更年期女性的一个健康 在我们这个一世纪的西方美女 这个埃及艳后 还有我们这个八世纪的东方美女杨贵妃 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这个水果石流的 那爱多美的石流果冻的原材料 是百分之百使用了土耳其 以安特利亚的石流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这里的石流呢 因为地中海的地区 它有良好的空气和土耳 充足的阳光 这个地方的石流呢 它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生产地 所以爱多美所使用选用的这个原材料 都是要非常阳格的 我们有好的原材料 我们还有我们30个步骤的专利制作方法 可以提高我们石流里面的柔花酸的一个浓度 通过30个步骤专利制作方法 通过煤处理的这个提取率 油花酸含量是增高 那稳定控制原料和标准的一个标准化 石流浓缩液呢 它主要的功能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女性更年期 皮肤保湿的一个核心成分 我们石流美人果冻呢 这一包里面的柔花酸成分 相当于你喝26倍石流汁 我们是做不到每天会喝26倍石流汁的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 你去参试选一粒石流 一粒石流也要三块多 那我们的一条石流美人果冻也才三块多 对不对 你这样你要去麻烦 你要去选 选不好那个石流回来 你打开里面还是白色的 它没熟的哦 我也买过这样的石流 所以我也是很喜欢使用石流的一个人 有了这个石流果冻以后 我觉得方便很多 我随时随地放包里面 我想几时吃就几时吃 那我们的石流浓缩脂呢 这个呢 它也通过了一个人体的实验 通过25岁到60岁的女性 一个8周的人体测试结果呢 就是使用了8周后 我们皮肤含水量增加的比例在13.3% 第二个就是呢 我们这个使用8周后呢 它可以防止我们皮肤水费流失率 占据了11.05% 第三个就是呢 你使用8周后我们这个测试呢 它减少皮肤角质的占据了6.1% 我们也有通过了什么人体测试 更年期症状的一个测试哈 我们通过使用8周后呢 改善更年期症状的占据了60% 第二个是我们使用了8周后 改善绝经症状的占据了61% 其实更年期这个问题呢 对于女性来说 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辛苦的一个时段 是自然界里面这样一个规律 我们是没办法避免的 但是我们能通过一些内调的食品 能让我们舒服地度过更年期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因为更年期我们都知道会多梦 倒汗 然后偶尔才发个脾气 发脾气的时候 然后对那个家里人 身边人 都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一个内在的一个食补 帮我们缓解更年期症状 好 这个酸甜可口 它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是果冻状的 食用非常方便 它的那个开口的地方呢 你一拉它就开了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食用了 也可以冷藏后食用 它的味道也是更加的美味 所以食溜美人会让我们更加美丽 那我也祝福在座的朋友们 更加的美丽 身体更加的健康 有一个健康美丽的皮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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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